据媒体报道,近日王嘉尔诉名誉权纠纷案民事判决书已于2019年5月4日生效,被告张某因公开发布大量对王嘉尔进行恶意侮辱诽谤的内容,公然贬损王嘉尔的人格,被判构成对王嘉尔名誉权的侵犯,需向王嘉尔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府委经合计人民币6万元整。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